中共提议签署韩战四方中战宣言美方能处理,中国访问的南韩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主席,江硕稿和三党干事团昨天召开记者会,表示中共已经向美国提议签署美朝韩中四方中战宣言。 北京当局认为中战宣言将有助于建立彼此互信,但是美方似乎对此不以为意,态度相当消极综合媒体报道。 目前到访中国的南韩使团在本月17日,与南韩驻中国大使馆举行记者会,向外界陈述他们与中国官员会谈之内容与结果。 江硕稿表示虽然具体时间并未详述,但中国先前已经向美国提议签署韩战四方中战宣言,且认同中战宣言有助于尽快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建立信任关系,而北京当局也在会谈上强调了自身参与中战宣言的重要地位。 但是美国认为,现在论及签署宣言,还为时尚早北韩,应该要在无核化方面,做出实际行动才行。 事实上自今年6月12日的川军会后,北韩只是向止性的废弃几处位置,早已曝光的核设施。 具体还有哪些设施在运作外界也不得而知,始终没见北韩做出实质性的细核行动。 因此美国先前就曾公开,表示当前不会讨论中战宣言相关问题,除非看到北韩寄出无核化本质的直接方针,例如提交北韩核武器核弹道导弹所在地,在内的整体核项目清单。